我把我們那個 生命最精華的部分都演出來了 是 其實精華我不敢搞 我也不想要你的精華 我的精華是什麼 太棒了 我沒辦法要喝 我覺得你的精華在發亮 轉化成兩個女孩 喂 我是說你全身的那個 就養育 愛 要開車 車速太快了 對 不要再開車了 那個小朋友抱在手上的家長 不要一直笑 耳朵把它遮起來 家長把你們的精華耳朵遮起來 遮起來 要不要回去 回去那三五歲就在跟你們這邊 開車 你們受得了嗎 你們現在笑 以後就會哭 回去之後 爸爸 你的精華在哪裡 不要再加了 有抖 你女兒兩個都有來 對 不得了 這時候你就摸著她臉龐 就是你們 還來 沒有 有笑的通通是有病 我五月天講話 就像一面鏡子一樣 我們那個鏡子造成你們每個人內心 你們每個人心裡在想什麼 就會反射出你自己 懂嗎 如果你還記得你第一次聽到 五月天的時候 或者是五月天陪伴了你 讀書 求學 戀愛 失戀 上車 上班 上車接下來才有上壘 上壘是什麼意思 你就解說到四壘 四壘是什麼 就是本壘 瑪莎就是都會跳關的 對 對 她要跳關 跳關 那個喜歡的女生 我們今天晚上氣氛很好 我們是不是一起到本壘啊 哈哈 不會